商家为了争抢客源,提出顾客永远是对的,这样的服务理念原本无可护非,但这种理念只具备符号意义,不能把它上升到道德高度,更不能把它上升到法律层面。 如果不能正确看待这种关系,那么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。 敬请收听本期的判案故事《耐辱训练》。 今年22岁的吴婷,中专毕业后,在吴湖市某电器总会当了一名收货员。 2007年元旦,吴婷的空调柜台前来了一位中年妇女,身后跟着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孩。 中年妇女名叫王亚云,今年42岁,刚装修完房子,准备购买六台空调和一台洗衣机。 正赶上元旦,他便拉着14岁的儿子一起来选购。 王亚云选定了几款美地空调,他认为自己购买量比较大,要求吴婷多打点折扣。 吴婷赶紧说,商场规定只能打九折,但我们可以送电饭锅、刀具等赠品。 王亚云仍然摇头,哼,这些都不如实实在再打个八五折实惠。 吴婷一时悠悠为难,王亚云说,你告诉我,经理在哪儿,我直接找他谈。 吴婷点点头,给他指了经理办公室所在的位置。 王亚云对一旁的儿子说,你在这儿等着啊,我去去就来。 王亚云跟经理刘飞商量后决定,各退一步,购买空调洗衣机时仍打九折,但在总价上在优惠把零头抹掉,将两万零八百五十元的总价降到两万元。 王亚云兴忠忠忠地到收银台付了款,就在这时,王亚云突然听到有人啊的一声尖叫,声音似乎是从空调柜台那儿传来的,不会是儿子出了什么事吧? 王亚云心里一紧,果然不出所料。 王亚云看见吴婷正在指责他的儿子。 你干嘛呀? 吴婷边说,边用手推他儿子,儿子被逼得节节后退。 王亚云二话不说,一把将儿子护在身后。 你干什么?对一个小孩子吼什么? 你儿子干的好事,你问他自己。 吴婷满脸的委屈。 原来,吴婷正在帮王亚云取赠品,忽然觉得有人摸他屁股, 回头一看,王亚云的儿子站在他身后。 吴婷瞪了他一眼,很想发火,又一想, 对方毕竟是孩子,不会真的对他怎么样。 就在他低头继续取东西的时候, 王亚云的儿子又在他屁股上摸了几把, 还重重地拍了一下。 这次,吴婷真的生气了, 他回头怒视王亚云的儿子。 这大男孩竟坏坏地看着他, 吴婷羞得满脸通红, 这孩子看上去像个小大人, 个子一米七以上, 分明是故意欺负自己。 一开始, 王亚云根本不相信, 儿子才多大呀? 他扭头问儿子, 你是不小心碰到他的吧? 可不管他怎么问, 儿子总是低着头不自声。 王亚云这才相信吴婷没有撒谎。 吴婷忍着泪水, 要求王亚云的儿子向他道歉。 王亚云见儿子被他吓得, 指望自己身后躲, 也急了。 哎呀, 他一个小孩, 你跟他去叫什么? 眼看王亚云袒护儿子, 吴婷更觉得委屈就说, 你儿子做了这样的事, 作为家长, 你也有责任, 他不道歉, 你道歉也行。 王亚云一愣, 起儿大声喊道, 哎, 你把我儿子吓成这样, 我没招你孙长的, 你还好意思让我道歉, 应该是你向我们道歉。 吴婷没想到自己会被反咬一口, 气得浑身发抖, 有点口无遮拦了, 真是商量不正, 瞎量卖, 难怪你儿子这样。 吴婷的话, 一下子惹恼了王亚云, 他用手指着吴婷大喊, 你说谁呢? 你说谁商量不正? 吴婷也不甘示弱, 你应该清楚我说的是谁。 王亚云气得双眼通红, 把你们精力叫来, 今天这事不说清楚, 我绝不把修。 吴婷抹了抹面颊上的泪水, 叫叫叫, 我不怕, 是你儿子先骚扰我的, 说到哪里都是我有理。 很快, 刘飞赶来了, 但二话不说, 对着吴婷就是一顿丑骂,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顾客呢? 顶归哪里去了? 见经理不问原委, 就指责自己, 吴婷的眼泪又掉下来。 是他们不对啊? 刘飞根本不理, 右手一挥。 什么也别说了, 赶紧向顾客道歉。 由经理撑腰, 王亚云更加来劲了, 当着刘飞的面, 他用毫无商量的口气提出, 吴婷必须向他和儿子道歉, 否则就退货, 如果不退, 就打电话投诉。 眼看两万块钱的声音要吹, 刘飞急了, 他把吴婷拉到一边, 低声的呵斥。 你又不是第一天当服务员了, 顾客就是上帝, 你不懂啊? 刚来公司的时候, 我怎么跟你们说的? 的确, 早在吴婷进商场之初, 商场就对他们一批新人, 进行了专门培训, 公司的人事部经理再三要求,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, 都不要与顾客发生争执, 更不能与顾客发生肢体冲突, 哪怕对方再蛮横, 都要忍耐, 学会了忍耐,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售货员。 当时, 一位新人还曾开玩笑地问, 经理, 就算我们被打死了, 也不能还手吗? 人事部经理满脸的严肃, 肯定地回答, 不能, 打不还手, 骂不还口, 这是副行业的前规则。 刘飞见吴婷愣愣地站在那里, 一动不动, 生气地拍着桌子说, 你必须道歉, 没有选择的余地, 否则相应的损失都有你承担。 吴婷正正地望着圣路中的刘飞, 心里难受极了, 我被人家非礼了, 竟然还要向人家赔礼道歉, 这, 这是什么道理? 他咬着牙就是不吭声, 见状, 王雅云拉着儿子, 故意往门外走去, 好, 我们走, 这事没完, 刘飞见状, 拽着吴婷低声口道, 快去到街, 吴婷咬着牙哽咽着, 向王雅云母子一举功, 对不起, 我错了。 一旁的刘飞暗暗松了一口气, 这时候, 王雅云才慢慢转过头来, 端起上帝的架子, 不禁不慢地说, 哼, 不要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了不起, 比你漂亮的人多了, 也就是我儿子年纪小, 没见识, 把你看成大美人, 等我儿子长大了, 不一定能看得上你。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, 吴婷恨不得一头钻到地下去, 他刚要回敬王雅云一句, 就被经理喝住, 不要再说了, 快去上班, 下午就分检讨给我。 第二天, 吴婷刚来到柜台前, 经理刘飞就让同事去叫他, 去经理办公室的路上, 吴婷想, 经理一定是想宽慰他几句, 昨天经理对自己的态度不好, 是做给顾客看的, 可没想到, 他一进门, 刘飞就大声吼起来, 让你写, 监讨你不写, 还扭头就走, 你以为你谁呀, 这个月奖金全空, 听到这里, 吴婷恨是懵了, 昨天, 不怪我呀, 刘飞用复杂的眼神看了看他, 你又不是第一天当收货员, 什么叫打不还手, 骂不还口, 再说了, 一个小孩子摸你一下,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, 在我们这里, 收起你大小姐脾气, 经理, 你不知道那孩子妈妈有多凶, 见吴婷还在为自己辩解, 刘飞更生气了, 你知道, 昨天我配了多少笑脸, 才保住那两块钱订单吗, 你知道, 这件事情倒是闹大了, 对我们公司影响多大吗, 你跟顾客作对, 就是跟商场的利润作对, 没吵了你,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, 这一次, 吴婷没有顶嘴, 他摇着嘴唇, 离开了经理办公室, 他知道, 毕竟这份工作来之不易,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, 也许过不了多久, 他会忘记这一切, 然而吴婷没想到, 事情没有就此结束, 从那天起, 他就成了公司的反面交代, 一个旌旗六的早晨, 刘飞在商场全体员工大会上说, 顾客是什么, 顾客是商家的饭碗,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, 只要哄得顾客掏钱, 就是优秀员工, 反之, 不会哄顾客, 甚至去刺激顾客的对立情绪, 就是跟全商场的人作对, 前几天, 我们商场有一位员工, 就做了一件蠢事, 虽然刘飞没有点名, 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着吴婷, 吴婷不敢看任何人, 他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, 此后, 只要一有类似的事情发生, 刘飞就会这样教育其他收货员, 难道吴婷的教训, 还不能让你们惊醒吗, 他和顾客对着干, 结果怎么样, 吴婷觉得经理这些话, 就像是一把一把的盐, 一次又一次, 撒在自己未愈合的伤口上, 他似乎连忘记耻辱的资格都没有, 2007年1月21日, 一名顾客购买了一台2300元的挂式空调, 付完前提货时, 顾客迟疑要两件赠品, 按商场的规定, 购物不满3000元只能送一件赠品, 面对顾客的软磨硬泡, 吴婷有些手足无措, 他怕说中了, 顾客会跟他翻脸, 顾客以为吴婷默许了自己的要求, 拿着两件赠品转身就走, 吴婷想拦住他, 手刚一碰到顾客的胳膊就浑身一机灵, 他想起经理, 不准和顾客发生肢体冲突的训斥, 赶忙住手, 顾客走后, 吴婷站在原地, 足足愣了两三分钟, 他想这事得跟经理汇报, 争取主宗, 要不然他非被骂死不可, 听完吴婷汇报, 刘飞期的蹊跷声音, 你脑子进水了你啊, 顾客又是扛一台空调, 你也让他扛吗,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, 把顾客当上帝, 是为了让上帝掏钱, 不是让你掏钱给上帝, 你这月的奖金黄了, 到这一份上, 吴婷才算明白一个道理, 顾客永远是对的, 是指为保全顾客的尊严, 可以牺牲服务员的尊严, 甚至人格, 但绝不可牺牲商场的利益, 这次赠品风波, 再次灼伤了吴婷脆弱的神经, 他变得敏感而多疑, 怕见陌生人, 怕和顾客说话, 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错, 他甚至希望别人别到他的柜台来买东西, 终于有一天, 吴婷觉得自己撑不住了, 2007年2月11日, 吴婷把柜台托付给一个同事照料, 自己跑回家洗了一个澡, 然后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, 这封信只有寥寥59个字, 爸爸妈妈, 我走了, 你们多保重, 后悔当初没有听你们的话, 我不该去做售货员, 经理骂我是神经病, 可能我确实得了神经病, 为了不拖累你们, 我走了。 写完遗书, 泪流满面的吴婷, 痛苦地闭上眼睛, 吞下了妈妈, 用来治疗失眠的半瓶安眠药。 吴守成夫妇回家后, 发现女儿直挺挺躺在床上, 脸色惨白, 老连口荒作一团, 连忙拨打了120, 心儿, 死神没能夺走吴婷的生命, 可是, 刚刚醒过来, 吴婷就放声痛哭, 吴守成含着泪将女儿揽在怀里, 哽咽着说, 爸爸一定帮你讨回公道, 第二天, 吴守成把刘飞堵在办公室门口, 要求他到医院向女儿道歉。 刘飞把吴守成让进办公室, 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, 对吴守成说, 这是商场制定的员工手则, 吴婷上岗前学过这份手则, 他应该知道, 作为一名售货员和顾客吵嘴是大忌, 换作别的单位, 别的领导, 也会让他向顾客道歉。 刘飞既不同意道歉, 也不同意赔偿, 这次交涉无果而终。 2007年3月7日, 刘飞突然打来电话, 表示愿意和解, 在卯电器总会的会议室里, 双方达成如下协议, 一, 报销吴婷住院费2321元, 二, 补发吴婷被扣的两个月奖金, 同意吴婷在家休养两个月, 工资照发, 三, 由人事部经理代表公司, 到吴婷家看望吴婷, 并当面向吴婷致歉。 好,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排行故事。